为进一步丰富旅客旅途生活提升乘车体验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 在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满一中年之际 在中老铁路D87、D88、C384、C386等多趟列车国内段 设置移动咖啡厅 推出由云南小丽咖啡和老窝咖啡豆拼配的中老友谊 羡慕咖啡 记者在中老铁路第87次列车上看到 一路喀香越见中老主题咖啡吧的工作人员 熟练地操作的设备 边制作咖啡边向旅客介绍咖啡的种类、重泡方式 以及中老两国咖啡飘香世界的故事 不同产地的咖啡豆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中老铁路旅客列车上销售的咖啡 是由中国云南咖啡豆和老窝咖啡豆拼制而成的 那么我们列车上现在提供的 由美式咖啡和玫瑰调制咖啡 还有普洱茶咖啡供旅客选择 咖啡爱好者赵先生和开过咖啡馆的陈女士 在了解了咖啡豆是来自中老两国的拼配之后 迫不及待地点了一杯品尝 原来大部分是喝国外的南美洲的或者是 非洲的咖啡豆会多一点 然后我们中国云南的小粒咖啡豆也非常有名 我平常也经常喝 但是第一次把老窝的咖啡豆和国内的这个 我们云南这个咖啡豆拼配在一起 我还是第一次尝试 然后是客家的口感非常不错 它的回甘 回酸 其实都和世界上很好的咖啡 其实已经差不多 甚至要比一些好更多 开过店的人 其实都可能是有相同的感受 出来就是想方设法 你千里跳 就是跑多远 你都希望能找到一杯适合你自己的 或者是你理解是最好的咖啡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喝到了 它真的是我想要的那种味道 如果说将来能够在每一个火车上 列车上都能喝到这样的咖啡 那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愿 应该是大多数喜欢咖啡的人的一个最大的心愿 目前云南咖啡种植面积接近115万亩 占全国咖啡产量的95%以上 咖啡同时也是老窝最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 中老铁路不仅有望为中老两国咖农增收致富 搭建起新的厂业通道 也让乘坐中老铁路列车的旅客 可以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感受中老铁路沿途的风光